喂 你好 獲得150到250元的補貼 而因應1月到4月 總計停團全台約100萬人次 受影響 出估補貼至少3億元 還原白亿活速撥款經過 原來是3月11號 交通部長林佳龍和小英 出席同活動 當場報告紓困的錢真的不夠 小英霸氣回應 不要客氣 寧可多也不要少 17號交通部緊急擬定 紓困2.0版挪用年度預算50億 19號林佳龍接神秘電話後 11點向立委臨時請假 到總統府開會 小英拍板先抓100億元航空業 如果有變動另外計算 20號交通部活速宣布 紓困2.0加碼 每家旅行社擬發10萬元 北巴上說沒有任何的記者 所以其實不知道他們到底要 什麼樣的紓困方案 就怕倒閉潮湧現影響經濟 小英點頭讓白藝到位 後續細則改怎麼訂定 業者寒花政府加快交步 度過寒冬讓疫情的衝擊降到最低 記者楊奇豪問文宣台北報導